今天准备的主题是 使整栋大楼充满了浓烟 导致楼上的住客无法以楼梯逃生 困在饭店里的住客为了逃生东奔西跑 但是这栋楼的内部没有像这样的防火门 没有紧急通道安全楼梯 也没有像自动洒水器一样的消防设备 甚至连通往屋顶的门也锁住了 实际上在灭火之后 在屋顶出入口的门前发现了20多具尸体 因为当时消防队就在离饭店700米左右的距离 所以在事发20分钟之后 消防车马上就赶到现场了 但是那个时候韩国消防车的梯子 最高只能达到8层楼的高度 而大人格饭店却有到21层楼 也就是说在8楼以上的住客 他们只能站在窗边等待奇迹发生 这时候一些住客为了逃生 就抱着床天跳楼 大多数都不幸身亡了 但是其中也有一位住在8楼的女性住客 只是扭到脚踝奇迹般的活下来了 这次的事故造成了 住客以及员工483名当中 166人死亡 68人受伤 25人失踪 其中有38人是跳床坠落死亡 两人是从直升机的梯子坠落死亡的 1971年12月5号发生的 大人格饭店火灾事 韩国死亡人数最多的火灾事故 在这个事故之后 韩国政府规定 所有高楼都要安装自动洒水系统了 三丰百货店是当时首尔的重要地标之一 三丰集团的会长李俊 为了安装扶手电梯 以及增加贩卖空间 切掉了25%左右的城中柱 又想在原本只有四层楼高度的建筑屋上 架建楼层 但是原先的建筑公司 因为安全问题而拒绝施工了 结果李会长与原建筑公司解约 并以自己的建筑公司 将四层高楼 加建成五层高楼了 此外整栋楼的三台大型冷气机都安装在楼顶上 超过标准承重负荷4倍左右 在倒塌之前 五楼的天花板开始出现了裂痕 但是百货公司的管理层 没有采取什么补救测试 直到天台的裂痕急速变大 整栋楼开始有倒塌的危险时 李会长跟管理层们匆忙地跑出百货公司了 当管理层都逃出去之后 三封百货店开始倒塌了 如果他们事先告知客人们 有倒塌危险 所以赶紧投出百货店的话 真的可以救出很多生命的 但是不想损失庞大的银烟额的管理层门 没有那样做 三封百货的总裁义俊 因为这件事情被判了七年的有期徒刑 导致502人死亡 937人受伤的祸首 才被判了七年 三封百货倒塌事故是 韩国在非战时 伤亡最严重的灾难事故 2003年2月18号9点50分 有致力障碍的残疾人56岁金大汉 坐上了大丘地下铁1号线 第1079号列车 正当列车要进入中央路站的时候 金大汉用打火机 把装满汽油的塑胶瓶点燃之后 往地上扔了过去 惊慌的1079号列车的乘客们 打开门后都纷纷地逃了出去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大火转移到停在隔壁的1080号列车上了 正当农烟已经涌入车厢 随着火势的迅速蔓延 最终导致192名乘客死亡 151名乘客受伤 21名乘客失踪 其中大部分都是1080号列车的乘客们 纵火的金大汉被法院判了无期徒刑 最后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在1080号车厢里的乘客 临死前给亲戚朋友们发的短信 抱歉 包包跟鞋无法带给你了 本来还想给你做猪排呢 对不起 我的女儿 我爱你 着火了 我先去天堂了 哥哥不在了也要好好吃饭 听爸妈的话 知道了吗 不要等我了 我出不去了 哥哥突然有急事 要去一趟远门 不要等我先回去 知道了吧 我爱你 好好读书 要善良的长大 爸爸对不起你 如果我明天突然不见了 你会怎么样呢 只是好奇 所以问问而已 谢谢 你真的很倒胃口 滚一边 拜拜 最后这个短信是一位男生 知道自己没希望后 发给女朋友的短信 希望以后 千万不要再有这样的人在 再发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